重磅的消息 大家可别走开 腾讯视频号支持付费直播了 这对自媒体创作人来说 又多了一个挣钱的渠道 1月24号 腾讯尝试他第一次的收费直播 是一场NBA的球赛 这场球赛 如果是苹果手机要付13块钱 如果是安卓手机就要付10块钱 是通过买微信道来支付的 另外腾讯也宣布 在将来他们应该也会 对视频号制作者 长视频和中视频 或者是短视频 都会开放打赏和付费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于视频号开通付费直播的功能 我个人有三个看法 第一个是 我觉得通过视频号做直播的人 会比在其他的形态更为的容易 视频号原来它是跟微信连在一起的 微信本来就是一个社交的平台 跟我们亲人跟我们的朋友在一起在那里交流 在其他的平台如果你要做直播的话 你要去圈粉要去找很多的粉丝 但是视频号它原来在这个平台里面 你原来就有朋友 然后它本身就是有一个社交的这个平台的功能 就让这些粉丝或者说你的目标的这种客户之类的 就更容易去锁定了 第二个是我看到将会有许多人通过微信 然后进入到视频号开店做一个商库 在我看到现在因为微信和视频号就是连在一起的 视频号基本上它的这个创作者 都是从这个微信的社交平台 自己就是本身使用微信的 看到别人在赚钱的话 很多人也会心动就会学习赚钱了 视频号反正它是可以挂一个小垫子 就是你可以购物 另外在直播间 如果是你有一知之长 这个直播间现在如果开通了 付费直播那你就可以锁定某一类人看你的直播 你就直接可以在里面卖你的知识 或者你的技能从这里面让别人学习 然后你收费 还有这个直播它本身也可以做直播带扩 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口才 或者说你自己已经有一些商品 你是在卖 你也可以直接就像在其他平台一样 在上面卖衣服 卖啥东西你都可以 所以这个平台一开通付费直播的话 就会带来了非常多的人来这个平台里面 开始开门店了 第三个就是视频号现在已经在考虑 可能会对中长视频或者是短视频 也会在将来开通打赏 还有付费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如果这个功能真的开通了 就会促使更多的内容创作者会制作更好的内容 而在另一方面又会更好的影响 视频号它这个平台的生态 不管怎样说 视频号支持付费直播 给我们广大的直媒体创作者 又增加多了一个赚钱的渠道 今天我把这个重磅的消息报告给你了 你也赶紧行动吧